大风起溪云飞扬 汉氏王朝来登场 欢迎加入迎叹而上 家族群聊 偷我的诗 不知道夸一夸 哎呀 这不是高祖爷吗 自古以来有文采的帝王 不在少数 但他们的诗作 没有一首有您 这首知名度高的 这么说 你小子会背咯 我不但会背 我还会唱呢 有前途 唱来听听 你确定 这是我写的大风歌吗 好像串歌了 看你锦罗玉衣 画之招展的 想必也是我强悍盛世之君吧 有新人进来了 汉文帝刘恒报道 群里都有谁 老四 爸爸好 我立的太子 不是你二哥流营吗 赞列当皇帝了 二哥他受的刺激太多 身体不好就提前挂了 家人们好 你又是谁 我是汉武帝刘恬 也是我大汉 最具代表性的帝王 原来是孙子 你说你是最具代表性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后世都说 秦皇汉武 我呸 我岁出身筹码 四十多岁之前 还没混出过模样 可是没几年 就能问顶天下 打下大汉江山 没有我 你们就是个屁 爸爸说的是 再说我就比秦始皇 小三岁 今天你汉武跟秦皇变称 那我汉高祖就算什么 高祖爷 别生气 您自然比秦皇汉武都厉害啊 是吗 您看 秦始皇当皇帝的时候 您虽然还是个四水亭长 为他打工 但是他家分六十余裂 才换来秦朝十四年 而您自格只拼搏了七八年 就换来我大汉朝四百年的国运 才四百年 这才是周朝的一半人 是王在谁的手里啊 又有些人进来了 大家好 我是汉宣帝刘玄 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 西汉命最苦的皇帝 大汉就大汉 还西汉 不好意思 汉宣帝说西汉是因为后面 还有我重新建立的东汉 光武爷爷也进来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就是 大魔导师未免之子 拥有主角光环的汉氏族 光武帝 刘秀 我只是汉氏宗 你竟敢叫汉氏族 我是汉武 你就叫汉光武 谁让我是天选之子呢 what 好家 这是一个比一个两后 一个秦王汉武 一个天选之子 我刘邦 斩蛇起义 攻入关中 约法三丈 还帝三秦 逼死项羽 开创大汉 在朝鲜称帝 后定都长安 勾到的吗 确诊了 是遗传 开玩笑的 我问你 又西汉了 你还见什么东汉 因为王莽窜了西汉 上天选我来阻止他 真是羡慕啊 时代的运气 为光武爷爷而去 天下的豪杰 也为他汇集 拥有这样爆棚的好运 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 我看了下 晋群的这几位都自带光芒 就说我吧 我汉文帝和我儿汉景帝 推行修养生息国策 开创了文景之志 那我还推行推恩令 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 加强中央集权 还张谦出使西域 沟通中原与西域各国联系 开辟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好 未来的一带一路会更好 怀东并朝鲜 南吞百越 西征大渊 北破匈奴 嚷一阔土 成就汉武盛世 知道你牛逼了 下一个 我汉宣帝时期 大汉国力达到了极胜 我设立西域都护府 将西域纳入版图 开创了孝宣之志 我重建汉朝 定都洛阳 指称东汉 统一天下后 西兵养民 指称光武中兴 咱们五个 也是大汉朝有妙号的五位皇帝 都是有着显著的丰功伟绩 所以光芒都很强 咱们大汉的妙号 确实发得不多 但是含金量高啊 东汉也有几个皇帝 追加妙号的 不过后来都废除了 话说这妙号 起源于殷商 侍号起源于周朝 当年周情两朝 把妙号侍号都废除了 还是我 采纳如深的建议 又把这个制度恢复了 妙号侍号什么的不重要 我首创的年号 可是一直影响后世 两千年的纪念历法 都说族有功 终有德 反正在咱们大汉 能拥有一个妙号 那属实是很有排面了 还是你小子 说话重天 对了 建群的那个小子呢 怎么不说话了呀 我看看还有没有新人进来啊 别看了 说说你的功绩吧 没错 还不知道群主的身份去 我是东汉的 是我东汉的呀 哪位皇帝啊 汉宪帝流邪 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 你说你一个末代皇帝 还敢建群 是嫌自己太抗揍 还是嫌自己活着糗 我太难了 国之将往 人才配出 我在位的时候 没权管制天下 现在管理个家族群 包包布 还是可以的吧 就这能耐 不被曹操架空才怪 嗯 别提他的名字 他会来的 怎么可能 你们没听过 说曹操 曹操到的吗 这么判定老丈年 你就应该画个拳拳诅咒他 你们一家遭受 巫骨之祸还不够 还想连累我 什么巫骨之祸 呃 是我晚年糊涂 听信小人谗言 说我儿刘具用巫骨咒我 害得皇后 魏子夫和太子刘具 相继自杀 可怜我才出生数月 还没断难 就因为我爷爷 魏太子的这场霍乱 被送进了大堂 你可能是历史上 年纪最小的少年犯了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 也一灭了江冲三族 烧死了苏文 修建了狮子宫 做归来忘丝之台 以致哀死 诶 又有新人进来了 第一代海魂猴刘鹤 进群报道 我墓里的宝贝 你们想要什么随便拿 我就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骂我就行 你一个猴 也敢进皇帝群 那我走 走就不必了 毕竟你也当过皇帝 只是在位时间有限而已 诶 还是并以仗义 不但不杀我 还留我在群里 客气 我作为大汉 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共继五十四年 你身为我汉武帝的孙子 一共在位多久啊 诶 这个 不会跟我太爷爷汉高祖一样 没超过两位数吧 两位数还是有的 超过了两位数就行 说吧 多少 二十七 二十七年不丢人 你看我爷爷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 你比他们都长 嗯 不好意思爷爷 是二十七天 不是年 哈哈哈哈 刘彻啊 我这个在位七年的开国皇帝 是不是也挺像的 虽然我这个汉费帝当的实在是荒唐 但是我小赫赫 你有什么坏心眼呢 这是有功绩的脸厚 没功绩的 脸更厚 家族遗传 没办法 听说你在位二十七天 就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儿 谁这么无聊统计的这么精准 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 是我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书里记载的 哎呀 说你们聪明吧 有时还真不如我 把我黑城那样的不是使官 是霍光 你自己不学无术 不务正业 霍光费力你还有错了 爷爷 霍光是你的大将军大司马 可不是我的呀 我只不过是他玩弄全说的一个政治道具而已 通透 好一个大智若鱼汉废地 彼此彼此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相见恨晚呢 真是个活吧 刘彻你那么牛逼 怎么会有这样的孙子 他是他 我是我 请勿捆绑联系 我爸 根本不是当皇帝的那块料 就是玩玩而已 看出来了 你继位后 连高庙都不去夜见 荒唐至极 哎呀 说了别骂我 我有病 有病啊 我给你看看 你一个皇帝还会看病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时从何处啊 我小时候体质差 经常生病 俗话说 久病成良医 我就经常请教给我看病的那些御医 慢慢的 自己就会看了 放心 靠谱得很 真的吗 我不信 我善未给曹丕之后 就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和我的曹皇后 经常走乡串巷 给百姓治病 乡亲们都称我们夫妻是 龙凤医家 你当皇帝能有这么自信 我也就安息了 看来我就是被皇帝当务的医生啊 汉废帝 你到底啥病啊 上朝过敏阵 我感觉你的气质 跟我哥挺像的 你说哪位 汉少帝啊 怎么汉朝被废的少帝只有三个 你说的是哪个啊 血压高了 一群小仔 岂能治国 两汉盛产少年天子 还不是因为女主弄权 他们的妈妈奶奶喜欢架空政权 大汉岂能不乱套 妈的 谁开的坏头 还能是谁 这是您老婆吕智呗 汉高号吕智申请加入群聊 你们老刘家建群 怎么不拉我进来 是看不起我这个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吗 这是帝王群 帝王群怎么了 我和你爹刘邦共定天下 后连朝称之十五年 你刚进群 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 还不是有人嫌我干政惹事 那做人哪 最要紧的就是开心吗 现在我老婆儿子都在群里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多好 你儿子是在 可我儿子不在 真空气 你又不是我轻生的 可我是诸吕之乱后 我爸仅存的几个儿子之一 诸吕之乱又是什么鬼 就是爸爸你登腿后 吕后大举分封吕氏宗亲为王 那是我用外戚的力量 巩固大汉的江山 巩固到差一点 就让汉朝改姓吕氏 我吕氏一家 分封个王侯将相有什么错 可我爸和开国功臣定下白马之盟 非流姓而亡 天下共集之 赞同 赞同加一 我亲生的儿子不在群里 就被伯基的儿子和他的子孙欺负 刘邦你倒是说句话呀 先别叫我 我再找七夫人的联系方式 七夫人和刘如意进了群 我的心肝宝贝们就凑齐了 怕是找到了 七夫人也玩不了手机 为什么 你心里就没有我儿刘盈是吧 刘盈仁弱 不像我 如意像我 汉高后吕智将汉惠地流营拉进群聊 拉我进来做什么 反正爸爸也看不上我 我命令你 给我支冷起来 受的刺激太多 支冷不起来 年纪轻轻就这么少 我和你妈对你不好吗 好好好 都挺好的 继续爸爸在我小的时候踹我下车 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父爱如山 踹下车就把你吓到了 相比妈妈把七夫人变成人质 被爸爸踹下车的阴影 那确实不算什么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够了 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那你企图毒死大哥刘肥 也是为了我 那是为了你的皇位不受威胁 那你操纵我的婚姻大事 让我娶了亲万生女张燕为皇后 可考虑过我的感受 自产自消 亲上加亲有什么不好 但是张燕年幼 婚姻有备人伦 导致他一生都是处子之身 毁地爷爷过得比我还惨 这样的皇帝还不如我一个海荒侯呢 是吧 亲妈干不出这事 有她在 我也治不了天下 与智 你怎么搞的 亲子教育做得这么差 还不是你到处乱生仔 给我们娘俩制造威胁 这就是你迫害我爸所有女人的借口 哪里所有 你妈搏击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那是我和我妈都很安分守己 没让你抓到把柄 总之后宫的争宠是残酷的 没有心计的女人 就连得宠都像是自杀 这就叫美人心计 为了你们老刘家的汉室江山 我奉献了一生 评个千古以后 不过分吧 如果有这个评选 那我的皇后窦衣房 出身名家 贤良淑德 三朝贤后 情色相合 必须参选 那我的魏子夫孝武魏皇后 可是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独立嗜好的皇后 也应当参选 我的皇后许平君 也有顾剑情深的佳话 可以参选 试唤当作执金武 许妻当得殷丽华 丽华才是大汉最好的皇后 我的曹皇后与我行医济世 如此品德也当参选 我再为二十七天 还没来得及册封皇后 就算了吧 我身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后 可是和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并称吕武的 好家伙 前有秦皇汉武 后有吕武 不管什么组合 就是没有我汉高祖 高祖爷别生气 谁让人家都一样的心狠手辣 一样的爱废皇帝 什么 他还敢废帝 可不嘛 汉文帝是我大汉的第五个皇帝 吕后废了第三个 又立了第四个 我应该算是大汉的第三个皇帝 流公流红 根本不能算 人家好歹也是前少帝和后少帝 咋就不能算了 凡是没被正许承认 没被立本纪的 一律不算 总之 我非常不喜欢废皇帝的人 我要你喜欢 真是脸厚 二十七天干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事 平均一天就得干四十一件 你才是真时间管理大师啊 我就是一天不吃不喝 也干不了那么多事啊 逻辑证明 写着画的一定是直黑 那你当了二十七天的废帝 有本纪吗 我 连我都有吕太后本纪 你还好意思待在群里 那群里没有本纪的皇帝 也不止我一个呀 是吗 还有谁 你儿子汉惠帝 司马迁什么意思 就因为我人弱 连本纪都不给我写 直接写吕太后本纪了 谁让你妈强势呢 打开了各种思想发展的大门 那大丈夫要心胸宽广 能屈能伸 没错 多学习学习你们高祖爷 鸿门宴上尿顿开溜 我在灌输鸡汤 你扯这个干嘛 那我扯什么 扯你和项羽鸿沟合意 转脸就不认账 背后捅他刀子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 谁让你总惦记着你的妻夫人 我怀疑两位老人家 他是在打琴骂俏 大撒狗粮 自信一点 把怀疑去掉 话说回来 这个司马迁 一边记载我是汉太祖 功最高 又一边给我写高祖本纪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叫我汉太祖 还是汉高祖了 就是 本朝的历史 他都写不明白 我曾爷爷归天后 司马迁的外孙杨玉 又将史记献给了我 我要让这部 名锤千古的史书 重见天日 汉景帝刘起通过汉文帝刘恒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家人们好 爸爸你来了 知道为什么大家怀念我和你爷爷的文景时期吗 文景之志作为中华五大盛世之一 又是中华文明迈入帝国的第一个盛世 大家当然怀念啦 没想到大家这么怀念我和我儿的文景时代啊 我汉武盛世难道不香 香归香 但是你的时期年轻人都被拉去打仗了 你的汉武后期也没把握好度 差点让你给赶废了 可是我也下了轮台最挤赵 回过了很多做错的事情 算你明白 你的功绩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是啊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 都是罪在当代 功在天秋 秦皇汉武 那车儿你得感谢爸爸我 是我平定了武楚七国之乱 给你的汉武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你要是不削帆 能激起七国之乱 还不是御史大夫朝错建议的 搞得七国要诛朝错 清军策 然后你反手一个卖队友 以为腰斩了朝错就可以平息了 天真哪 杀完之后谋臣也没了 还得硬着头皮打这一仗 为什么要削帆 刘家自定 替你束手江山 不好吗 人心叵测 诸侯王成天想要害死我 然后篡权夺位 你们当皇帝的就是想太多 我被废成海昏侯 也没想要篡变你的位啊 那是你荒唐无能 你还人品不好呢 你对太后起色心 你大逆不闹 你当太子的时候 吴王太子陪你下棋 弯极了眼 你就拿棋盘打死了人家 你人品不好 你走狗使运接班当皇帝 听到消息你笑得合不拢嘴 完全无视你亲叔叔驾蹦之事 你大不笑 我要当皇帝啦 你玩游戏对手祭天 评诸侯对有祭天 你人品不好 你给我出来 信不信我们一家子打得你连海昏侯部都找不到 出来单挑啊 好汉不吃眼前亏 现在的我只想躺平 那就躺好别动 半身消化得快 粮食挺贵的 好了 说到底 我儿刘起也是沾了我的光 蹭到了文景盛世 爸爸 这怎么能叫蹭呢 难道不是萧归曹随吗 四弟 我怀疑你在内行我 抱歉二哥 我忘了萧归曹随 是你的专属成就 这又是什么典故啊 是这样的 萧和是爸爸您的丞相 曹参是二哥刘盈的丞相 这个曹参啥也不管 二哥就问他 为什么啥也不干 他怎么说 别管的 老四 你继续说 曹参就反问二哥 是你比得上你爸汉高祖呀 还是我曹参比得上萧和 咱俩水平都不行 为啥不萧归曹随呢 然后 他俩就全躺平了 人生不就是在要努力 和想躺平的两种模式 来回切换吗 我看这样的丞相 指定是有些毛病 是吧爸爸 但是我也好像 挑不出什么错 斗衣房 为子夫 许平君 殷丽华 纷纷申请加入群聊 他们想干嘛 一个都不许通过 还不是想学高后 你干拳弄正 文帝你可不要乱说 那四位除了你的斗衣房 爱干正 其他三位碰都不碰 呃 那可能就是想进来热闹热闹吧 有我在还不够热闹吗 女人 有我一个就行 不进就不进吧 我这辈子除了幸福 什么都有了 爷爷你还不幸福 金屋藏娇说的是你吧 宁不知清晨与清国 家人难在得 说的也是你吧 又是高龄 迎娶十几岁的勾异夫人 说的又是你吧 曾爷爷的后宫等级 就分了十四几 家里多达一万八千多年 这叫不幸福 哦 尽力挺旺盛啊 不过回看我爷爷的爱情吧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怎么说 许了长阿娇 金屋藏娇的承诺 最后空留长门院 立了魏子夫为皇后 最后却让他看着自己的孩子冤死 而他余生都在思念李夫人 最后却杀了勾异夫人 只为防止又一个女主干正 这么看确实不信 有些野史你们也信 除了金屋藏娇 其他的可都有史可考 秋风起兮 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 燕南归 蓝有秀兮 菊有芳 怀家人兮 不能忘 汉武帝则是乐极生悲 感叹人生一老 不能语录君诈啊 这文风怎么这么言说 这是我写的秋风词 没错 开头的秋风起兮 就有借鉴大风起兮之嫌 太奶奶 我好歹也帮你报了匈奴羞辱之仇 你不帮我就算了 你别火上添油吧 还有这事 我怎么不知道 太爷爷驾崩后 匈奴首领莫毒缠鱼 来信骚扰你 可有此事 他说了什么 他说太奶奶是个老太太 他是个老头 太奶奶死了丈夫 他死了媳妇 不如他俩一起过得了 这是公然调戏守寡的太后啊 这种夜踹寡妇们的举动 你就蛮疑能做得出来 哦 是吗 犯我强悍者 虽然必诛 这么欺负你们忽而寡妇 怎么不打过去 你当年抵抗匈奴 都被困在白灯山几天几夜 我一个妇道人家 怎么打得过匈奴人 后来我兴兵征讨匈奴 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 也算是给太奶奶出了口气 行了 知道了 以后队人避开你一点 说到打仗 那我这个陨石召唤者 就不得不刷下存在感了 陪你去看流星 此刻应该有点BGM 昆阳之战 我两万兵马打王莽 四十万大军 连天上都掉陨石 帮我砸敌军 你是真秀啊 我原本以为 一些演绎小说的剧情 太夸张了 知道我知道了刘秀 要不说光武爷爷是天选之子 运气好呢 你们东汉除了刘秀 也没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帝王了 谁说的 我们东汉幼儿园的那帮小皇帝 不明则已 一明吓死你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反正都是老刘家的宗庙皇位 只要不被外人抢走就好 你说的是不是汉哀帝流星 只耳朵不聋 都能听得出来他说的是你 刘秀你让位 我就不说什么了 毕竟你是东汉的 但是刘秀好像是我西汉的皇帝吧 回高祖爷 他是我的曾孙 也是西汉的倒数第二个皇帝 听刘秀的意思 他也上位了 他是有这个想法 只是没有向我真的付出行动了 有这个想法 就是大力不上 天下是我高皇帝的天下 又不是他的 你让位也得凿批 刘秀才想让位给谁啊 他的男朋友 董贤 话说回来 刘秀起床 为了不打扰熟睡的董贤 就割断了被压着的袖子 倒也挺深情暖的 说到深情 我又怎么比得了 曾爷爷您和曾奶奶 许平君的顾见情深呢 没错 并已当上皇帝之后 就下了一道历史上最浪漫的诏书 要找他落难民间的 刀康之妻 许平君 这点值得点赞 贫贱不相离 富贵亦相知 高祖爷爷的欺负 曾爷爷的勾义负 都是在朝堂斗争中被牺牲的 那你的许平君又何尝不是呢 刘巡演魔方我为了江山社稷 赐死了他的皇后许平君 你想多了 毒死平君的是你的大将军霍光他老婆 是为何呢 还不是想把他们的女儿霍尘君 嫁给病衣当皇后 这个我说啊 曹操老贼害了我的福皇后宗美人 然后把他女儿嫁给了我 果然自古以来 全城都是一个套 是啊 我废于霍光 你利于霍光 再加上我亲叔叔刘福林 又伪证于霍光 可真是祸害三人组啊 汉昭帝刘福林通过汉轩帝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七世同堂成就达成 大家好 福林啊 听说你和上古的姚弟一样都是怀胎十四个月才生的 咋了 你又想说你是赤龙所生这是了 多嘴 福林 你搞的那个招宣中心挺好的 没给你爹我丢脸 爸爸 因为海内虚好 民生凋敝 我只好采取青鸟伯父 多次减免租父 招抚流民的方式 大汉才慢慢恢复点气色 本来叔叔是有望成为一个忠心之主的 可惜突发暴毙 一年早逝 那笑得最开心的是不是你 在我灵旧前击鼓唱歌 吹奏乐器 载歌载舞的 是不是你 基于我上官皇后美貌的又是不是你 我尸骨未寒 你就想叫我的妃子是秦 你简直荒唐至极 霍光不是很能干吗 就这么轻松地放过你了 已经废了我了 他还想怎样 咱们大汉已如学治天下 崇尚孝道 你这样的就该处理掉 天子有正成欺人 虽无道不失天下 虽然我大不孝 但霍光他们为什么不死戒呢 因为他们想看着你犯错 好给你安排罪名 霍光的坏心思全被病已看透了 子曾经约过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我躲着还不行吗 能用论语当作有名 汉飞帝是个明白人 那是 我在位的时候 霍光还可以啊 没想到我这一走 就把你们三个折腾成这样 幸好我交的那些男性朋友 没有像他这种品质的人 虽然曾爷爷年轻的时候 没有跟霍光发生过什么 但是吧 但是什么 但是他死后和你葬在了一起 你俩毗邻而居 一起千秋万代 我看了一下 陪葬在我茂龄的不只有霍光 还有我大汉双臂 胃轻和霍去病 对了刘车 你刚才说的霍去病 可是那个击败匈奴 风狼居虚的西汉票旗将军 是的 小霍十九岁升为将军 连破匈奴 占领河西走廊 为我开辟了丝绸之路 这么年轻就能替我教训匈奴 果然是年轻有为 小霍可以说是站在我大汉武将的金字塔尖了 那与我西汉第一名将韩信比 如何 小霍曾经说过 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 就这样的家国情怀 直接提升了一个level 我竟无言以对 韩信功高盖主 点折 千锋 勤拿 一箭三连 下场凄凉 小霍就不同 两次攻冠全军 被封冠军侯 只可惜他和我一样 都因病早逝 叔叔 人家霍去病活到二十四岁 比你一可多三年啊 听你们说了这么久的霍光 霍去病 他俩是什么关系啊 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 但并不是同一个妈生的 他爹明正言顺生了霍光 和情人思通生了霍去病 有点乱 我得理议 这剧情你还不熟 你就理解成明正言顺生了流盈 情人思通生了流肥 这剧情我曾爷爷汉景帝也熟吧 关我什么事 生我爷爷汉武帝是名正言顺 但生长沙王流发 是名不正言不顺 虽说流发是我酒醉后与唐姬所生 但唐姬是侍女 不是情人 景帝爷爷不要这样说 我就是流发的后代 也就是您的直系七世孙 要是您没有生流发的话 那大汉到如子音可能就真没了 好世孙 这么说我替大汉又续了一百九十五年的会员 功劳还可以这么算的 你一个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 话怎么这么多 我虽然当皇帝的天数短 但是我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强啊 那得感谢海昏侯木的发现 不用吵了 其实说到乱 我西汉最荒语酒色的皇帝 非我大爷汉成帝莫属 你是说我的孙子刘啊 怎么可能 曾爷爷 你是不知道 他上位后 外戚善政的更厉害了 大权几乎为太后王氏一族掌握 为王莽篡汉 埋下了祸根 什么 亏我还给他起名傲子 希望他能像骏马一样成为我的骄傲 可惜我大爷刘傲 只学会了截贪傲诈 截傲不公 给我拉进来 汉的刘欣 邀请汉成帝刘傲 加入群聊 前天加了赵飞燕的掌上舞蹈学习群 昨天加了赵和德的中风病友交流群 今天又加群 怎么那么多群啊 听说你叔叔死而不哭 你不守孝涕之道 重情声色拳马 成天指之玩闹 宠爱赵氏姐妹 连黄泉都不要 爷爷 不想要黄泉的是刘欣 我充其量 就是上外起干阵而已 再说 上外起干阵 我也不是首创对吧 What 刘傲你花重金建造 萧游宫 飞行殿和云雷宫 共自己享乐 你可比我还奢侈啊 但是我没你荒唐 我建卫央宫 能成为十一个朝代的行政中心 刘傲你建的那些宫 只图自己享乐 简直欠揍 说到魏央宫 那可是我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张谦就是在魏央宫领取了我的旨意 出使西域 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凿空之旅 魏央宫比故宫大六倍之多 可是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工程建筑的基本格局 虽名为魏央 寓意是没有灾难 永远安宁 但魏央宫一直徘徊在费心之间 羞羞毁毁 一点也不安宁 那只能怪你们无能 我也没那么差劲啊 我在位期间重视农业 采集图书 结好邻邦 也算是有点魂志武功的吧 农书是人家繁盛之险 图书是光露大幅流向编撰 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又做了什么 我在位期间 汉朝人口达到了顶峰 还命大将军霍赵 统领十万兵马 征讨边疆 得胜而归 这样的KPI 我都没好意思在各位祖宗面前显摆 你心里只有董贤 哪有各位祖宗 那你眼里只有飞燕何德 连个眼泪都没留给大汉江山 谁让人家美呢 所谓环飞燕兽 说的便是飞燕和后世的杨玉环 赵飞燕尚舞 飞燕独穿的掌尚舞 举步可是名副歧视的舞蹈艺术家 但正史里并没有记载赵飞燕尚舞 借问汉宫谁得四 可怜飞燕以新装 飞燕是要靠新装来蹭托美丽 但在你眼里 董贤不穿衣服才是最美的吧 只可惜你家董贤 最终被弹劾罢免 自杀身亡了 你家赵何德不也服毒自尽呢 刘傲你日夜沉迷享乐 身体迟早亏苦 我倒想知道 你最后是怎么死的 这还用想吗 当然是在芙蓉帐里 累死的 我儿汉原地刘氏 怎么还没进去 我爹因为把王昭君 不嫁给匈奴的事 正郁闷着呢 都几千年过去了 我爷爷还以难平呢 开始以为王昭君不漂亮 直到送行的时候 才发现是个美人 可是天子说出去的话 又怎能反悔 只好硬送昭君出塞了 是啊 这事换谁都得郁闷个一年半载的 也是为了巩固边赛和平 让爷爷宽宽心嘛 送的又不是董贤 你当然说宽心了 这个王昭君很美吗 他可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陈鱼落雁的落雁 说的就是他 好家伙 完肥烟寿 陈鱼落雁 你们父子俩 就拥有了其中两个 低调低调 一个上午一个会弹琵琶 不如都叫到魏昂公来热闹热闹 嗯 但我没说 汉费帝想热闹啊 那不如我给大家认真地唱一首高祖爷的大风歌吧 你是来献议的吗 不献议怎么能叫汉献帝呢 有道理 就像我汉费帝说的话都不是废话 那我唱了 这次保证不篡歌 县帝不知王国恨 隔江游唱大风歌 算了 还是别唱了 我怕刘欧听了又中风猝死 想要活得久 就要像我一样学会养生 没错 我爸爸少年登基 在位五十多年 六十多岁了还能生下我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 还在亲针讨伐异性诸侯 我六十多岁的时候 正在享受岁月静好 当皇帝要像我一样 任用人才不偏不倚 向外戚殷实 殷星 受我清醒 又恢复西汉博士之学 笼络天下如生 最爱的云台二十八将 还变成二十八星秀 守卫着我黄黄天汉 怪不得您能召唤陨石 原来是天上有人啊 秀 你是真够秀啊 高祖爷您给自己的侄子 刘信封猴 那才是真秀呢 说起这个 我就来气 当初 我带着萧和曹餐 一帮朋友回家吃饭 我那个大嫂 就故意 用勺子刮锅底 说没饭吃了 这不是存心给我难看吗 你当了皇帝之后 也封了不少侯爵 就没嫂子家的 后来咱爸一闹 你就给他儿子封了一个瓜根侯 名字是不好听了点 但好歹也是个侯啊 多损啊 我大哥刘伯死得早 这孤儿寡嫂子 就没个眼力见 早说过我是赤龙作生 以后是天子之命 普通人哪有眼力见呢 我年轻的时候去别人家做客 趁书中说道 刘秀当为天子 他们都说当皇帝的 肯定是和我重名的国师刘秀 当时你就呵呵了吧 当时我就反问道 万一这书里说的刘秀是我呢 秀 真秀 谢谢高祖爷的肯定 您是西汉的开国之君 我是东汉的开国之君 能当个大汉的中兴之君 秀儿就知足了 你想和高皇帝平起平坐 可以说得再明目张胆一点 我可没那个意思啊 算了 想跟我平起平坐的人多了去了 没当皇帝的时候 项羽吩咐的十几个诸侯王 跟我平起平坐 当了皇帝以后 我爸这个太上皇又跟我平起平坐 爷爷他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怎么能跟爸爸宁比呢 你爷爷一直就不喜欢我 就喜欢你二大爷留重 可最后 让我爸住大宫殿 当太上皇的 不还是我吗 爷爷虽然身为皇帝的爹 却不改本色 一直心心念念想着沛县父老 所以我在宫廷里 给他开了一条商业界 把沛县父老请来 陪你爷爷治青春了 看来咱们老刘家的本性 就是敦厚简朴 他是稳健啊 是啊 我爸身为不一 首提三只剑 而君明天下 我面对江山残破 依然能够安心攒钱 修生养息 而我面对强敌 四十年如一日 征战不休 能够忍辱不重 再造盛世 我虽然是贵族后裔 但仍旧自己耕毒传家 刘邪最后丢了皇位 却也能行医济世 反谱归真 白手起家 不服输 就是我们老刘家的精神 再经过我开疆拓土 这种精神 也成为了汉人民族的本色 这个时候 需要我冒个炮 有你什么事 因为我后代理又出能人了 谁啊 我儿中山静王之后 刘备 怎么大汉的能人 都是刘启的后裔 能生呗 就说这个中山静王 子孙就有一把二十多个 如此庞大的家族 论概率总能胜出一两个人才吧 刘盈你看看人家 学着点 就知道你要羡慕了 毕竟这群里的皇帝 从我以后就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了 听说中山静王刘胜的墓里 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驴御衣 再是奢侈品 也不过是陪葬物而已 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啊 就是这个金驴御衣 引来历代不少盗墓的 后来曹丕这小子下令禁止使用 从此金驴御衣 就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 哎 真是可惜啊 为表遗憾 我准备再次献歌一曲 又唱 上次没唱到 再不唱 我怕我也要有遗憾了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唱吧 真是青春梦一 真是相聚的事 烦死了 是谁不停地给你发视频 刘备要我拉他进群 拉进来看看 刘备通过分享的二维码加入群聊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啊 终于进来了 西汉中山静王之后 汉朝列帝刘玄德 见过汉朝 列祖列宗 好了 别哭了 刘备被岁月鞭斥 偶尔也会哭泣 可是从不会气馁 汉朝不是在流邪这就断了吗 怎么又多出个蜀汉 回太祖高皇帝 东汉末年 奔三国 我连天不朽 后来我又光复了汉室 过去 我没唱成 你倒起来先唱 敏帝默契 我刘备一生 等一下 你叫我什么 敏 敏帝呀 天下人都知道我叫汉县帝 怎么就你叫错 这你还看不出来 燕康元年你善未给曹丕 降风山阳宫 刘备就迫不及待给你上了嗜号 叫做孝母皇帝 然后第二年 他就自己继位称帝了 好家伙 我这算不算是被驾崩 实在不好意思 枉我还激见你 让你帮我一起匡复汉室 匡复汉室 本来就是我一生的使命 带诸葛丞相辅佐我 而灭了曹丕收了孙权 我们大汉又可传承数百年 就怕你儿子勒布斯蜀 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咱们大汉血脉强劲 生命顽强 除了四百年正统大汉 后面还有蜀汉 汉兆 长汉 后汉 南汉 北汉 陈汉 有点欣慰 除了南汉五十四年 其他的都没超过五十年 欣慰早了 据说那个简历写 汉兆的刘渊是个匈奴人 因为母系来自汉朝的和亲公主 于是就貌认为我大汉的继承人 没想到爷爷开启的和亲政策 还有这种用处 但是这个汉兆灭了晋朝以后 打开了五湖十六国的乱世 从此中原惨遭涂 我要是还活着 能让匈奴人打进中原 我征战多年 就是为了匡扶大汉江山 重塑汉家民族尊严 要是成功了 我跟光武帝应该就是一样的地位了 刘备应该也挺难的吧 我当时面对的王莽 成天改革 改钱币 改地名 改得一塌糊涂 早就民心离散了 东汉末年 气易贫乏 百姓盼着的就是改朝换代 我那时候对付陆林军拥戴的刘璇 是梅军用力的刘盆子这些人 根本不足为惧 而我面临的局面比他们陷恶多了 要对付的都是像曹操孙权 袁树刘表 这些一代乱世枭雄的 攻盖三足鼎 叶富五珠钱 要是没有蜀汉的中意 东汉的戏份也会少了许多精彩 要不汉废帝把你那十吨五珠钱捐出来吧 我被董卓袭视到长安 又从长安流浪回洛阳 那个时候都吃不上饭了 你是真流浪汉 我知道两汉心替会有许多故事 但没想到如此精彩 风狼居须 牧羊北海 马阁果师 燕燃乐功 咱们汉朝使臣出去 都是要当小国国君的 只可惜原来那种汉兵将至 动则灭国的气魄 到我这就没有了 谁说的 曹操北伐乌环 打得他们抬不起头 孙权聚首江东 还能征讨山越 稳定江南 至于我属汉 南蛮梦祸 七秦七纵 也还是可以的吧 还不是靠着你的诸葛丞相 不管怎么说 刘备确实是我汉景帝一脉的优秀后裔 都是大汉的后裔 就不用分那么清楚了 其实我还知道一个刘姓后裔 也是寒门出身打天下 开创了另一个王朝 谁啊 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藏住 南朝宋的刘裕刘济奴啊 他那是南朝宋 我这是汉朝 有什么关系 他是你亲弟弟楚元王刘娇的后裔 哦 那厉害了 这么看 这刘备和刘邦还挺像的 一个是前秦四水亭长 一个是知习范吕之徒 都是赤手空拳打天下 是啊 一个手摔阿斗卖人心 一个叫击流影未逃命 刘鹤你想起飞了是吧 行 创全你 高祖爷向海昏猴送出一套连环三重奏 感谢榜一大佬666刷起来 哎 好像又有些人申请加群 让我看看是谁 莫不是元帝平帝环帝灵帝 几位没进群的先帝 环帝流至禁锢善垒 重信宦官 灵帝流红卖官欲绝 公罪不分 这两个败家玩意儿 进来我倒要给他们几圈 光武爷爷明见啊 东汉其实就是亡于环陵二帝 让我背锅属实过分了 这个我和我家诸葛丞相吐槽过 他也写进了出师表里 可惜申请加群的不是他们 那是谁 呃 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不用搭理 你突然这么紧张 怕不是你老丈人曹操吧 噓 休得胡说 是他吗 拉进来聊聊 我倒要看看 这个邪天子一令诸侯的汉丞相 究竟是什么样 汉丞相魏武王曹操加入群聊 大胆曹贼竟敢自带分身技能 世人传我有七十二余种 今天没变出七十二个曹操算是照顾你了 what 我原本以为流血已经是扶不起来了 没想到阿斗比他还无能 这是谁的后代 我去 是我一发雌雄双骨剑 玄德莫弃 尽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耳 放屁 天下是我汉太祖高皇帝的天下 在我汉氏列祖列宗面前 你给我老实点赶紧下线两个号 为了花锋统一 我留下吧 你就是曹吉利 曹阿满 大汉第二任丞相曹操后人曹孟德 拜见太祖高皇帝 你是曹操之后 正是 都几百年斗转星宜的事了 谁知道呢 怕不是他自己给自己找了血头吧 据我所知 你祖父曹腾是太监 你爹曹松是曹腾的养子 袁绍讨曹席文中说 附送乞丐斜养 说你曹操是路边捡来的乞丐 我祖父是干内务的 那也是汉臣 既然你也升为汉臣 为什么要将汉氏取而代之 赴我大汉 想把大汉取而代之的是王王董卓那些人 我的野心仅仅止步于汉象和魏王 表里不一 厚颜无耻 我少年入室 杖杀全换家属 稳定社会治安 一生为财事举 不就是为了让天下早日安定下来吗 话重点 这个天下是谁的天下 别管谁的天下 就算我给你权利 北方袁绍 南方刘表 西北马腾 西南刘章 东南孙家 东北公尊家 中原更是一大堆大小军阀 你镇得住 要你这臣子做什么的 不就是替主镇厂子的吗 没错 我打天下的时候 萧和替我筹措粮草 张良为我出谋划策 韩信点兵 多多益善 张唐帮我搞司法 张谦替我搞外交 桑红阳帮我搞钱两 主副眼替我削弱诸侯 董仲书替我抓思想建设 大汉双臂 魏清和祸去病 连破匈奴 汉臣天团舍我其谁 同住者 交止灭的马元了解一下 还有我的五虎上将 卧龙凤厨 想必你已经了解了 刘备你指定是有些大病 要是没有你和孙权 在赤壁之战阻拦我 大汉江山早就完成统一了 那你自律未亡 对大汉子民如何 天下九州得其六 恢复五诸前 百姓风一足食 我呸 曹贼为了补充军饷 创建军中盗墓办公室 设立发丘中狼将与摸金校尉 专私盗墓 造成汉墓十世九空 告辞 曹操光速退群 果然是说曹操 曹操到 罚曹操 曹操跑 真是来去如风 曹操为人 就留给后人说吧 在座的各位 不如说说各自眼中的大汉 来个总结吧 咱们年代古远 繁文入节甚少 礼法道德未成 以惊人之眼光 帝王思得有亏 却无法掩盖其耀眼的光芒 虽然免不了有些小的瑕疵 但这也正是黄黄天汉 个性的写照 我们韬光养晦 修养生息 发展自己 我们挺直脊梁谷 从未像一族人低头 面对强敌环绕 我一雪前尺 奏向大汉最强音 我们能屈能伸 隐忍不发 安定团结 换来四方膝洽 灭亡亡 运筹帷幄 捡东汉 前命所归 我们的主体民族 能叫汉族 这是两汉帝王 丰功伟纪的证明 今日中国亦是如此 世界列强 虎视眈眈 只有自强不息 不断积蓄力量 才能一鸣惊人 风狼居须 说得好 大风气息 云飞扬 反前灭楚息 定八荒 内修外礼息 恩敬主 孝贵曹随息 宽人主 红颜女子息 圣须美 安民养国息 尚无为 大德至圣息 王道修 不忧义信息 薛诸侯 外壤一笛息 祝心前 雄风远迈息 开心天 如子弟息 生如唐瑶 其旅言息 业绝 业继先招 神机大业息 明慎正体 总览全刚息 量食夺利 严正中威息 汉道不宜 德国之阵息 为汉祖 虽远必诛息 开此路 风狼居须息 乐焰然 圣誓狂歌息 兴文武 看长鹅陆阳 长鹅陪阳 莫非陈属 凡日月所照 将何所至 皆为汉土